此言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大家好 我是米陶佛 我们今天呢 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一页 请大家看呢 右手边这个栏位呢 请大家看第十三行 我们在三一节呢 只有谈到的就是说 佛陀的波呢 放在地上 然后没入地下 跑到下方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佛陀呢 叫这个木剑联啊 摄利佛啊 摩赫加社区 找都找不到啊 那找不到之后呢 这个摄利佛呢 就跑去跟着这个弥勒菩萨讲啊 讲什么 就像这段经文讲的啊 仁者高才功德已满啊 智慧被主次当来佛 当之波出 对不对 当然好了 各位 在摄利佛来想的话 他认为说这是应该的 各位为什么 因为我们必须去了解啊 佛 再下来就是等绝位的菩萨嘛 对不对 那弥勒菩萨就是等绝位的菩萨了啊 他下一生就要成佛了啊 那既然下一生要成佛了 一开始想说 啊 佛陀就是你送后的啊嘛 你的菩萨位阶是最高的 你将来就要成佛了啊 那当然 他就想说应该是你会知道啊 对不对 我说我们阿罗汉找不到 那你没有理由找不到啊 所以呢 他就这么跟弥勒菩萨讲啊 但是我跟各位讲 弥勒菩萨怎么说你知道吗 我们先看经文 他说啊 弥勒菩萨与色利佛言啊 我虽次当来佛 功德成满其行具足啊 不知文殊势利菩萨 各位 不知文殊势利菩萨 譬如十方横边沙佛叉 满中万物草木 及耳所菩萨 不能知佛一步之中 所念何等啊 好各位 这样的一段经文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要去想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 程度高的能够含色程度低的 但是程度低的不能含色程度高的 结果他这里 弥勒菩萨怎么告诉我们 他说啊 他说 我虽次当来佛 功德成满其行具足 我虽然 他就告诉色利佛讲啊 我虽然在下一生呢 我就要成佛了 虽然我的功德成满 一切的六恨呢 都已经具足了 但是呢 不知文殊势利菩萨 我没有办法去了解 文殊势利菩萨 各位这个意思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以他的他心通 以他的神通力 他看不透文殊势利菩萨 文殊菩萨在弥勒菩萨的面前 好像是一个谜一样 各位 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表示说 这两者的境界 有一种可能性 两个程度一样高 所以你要看我的时候 我就能够干扰你 让你看不到我 我要看你的时候 你也能够干扰我 让我看不清楚你 各位有一种解释 可以这么解释吧对不对 第二种解释就是 难道文殊势利菩萨的程度 比弥勒菩萨更高吗 所以弥勒菩萨不能了解他 所以就做不知文殊势利菩萨 所以底下弥勒菩萨讲了这句话之后 底下他用了一个批语 这个批语蛮有趣的 你注意看 他说譬如石方横边沙佛刹 这是一种批语 石方 这是我们讲东西南北东南西 东北西南西北上下 这上下石方 他说横边沙佛刹 以横河来做批语 横河里面的一颗沙 当作是一个佛的净土 各位一个横河沙里面多到 到底有多少沙子 我跟你说 怕死人 你看他省的是没了 对不对 我们随便 从地面上抓一把泥土 我跟你说 这把泥土里面有多口颗沙 就拍一省了 对不对 更何况整个横河的沙 连算都算不清楚 各位 他用这样的作评语 他说 把这些整条横河的沙 一个沙都当作一个佛的净土 那每一个佛的净土里面的满中万物草木 一个佛的净土当中 所有的树木 花草 各位 这样皮肤到油了 我们不要讲到一个佛的净土 我们讲一个台湾就好了 各位 一个台湾一个县里面的花草树木 数量有多少了 也是算不清了 他说 他就用这样的批语的意思就说 把这么多的横河沙 化现的佛国净土 把每一个佛国净土里面的草木 全部一个单位 都算一个 他说 集而所菩萨 他说 把这么多的草木 每一支草当作是一个菩萨 那各位 一个佛国净土里面有多少菩萨 那十方横河沙边的佛土 那又有多少的佛国净土 那里面又有多少多少的菩萨 好了 把这些全部加一加 全部都加加起来了 他们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威得力 各位 不能知佛 一步之间 所念何等 没有办法了解说 佛陀现在走这一步 各位跨出这一步 一步的意思就是 比喻 佛陀现在在走路 他这一步踏出去的时候 佛陀的心到底在想什么 不知道 他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所有的菩萨 全部加在一起 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智慧 所有的威得力 还是不能知道 佛当下的这一念 在想什么 所以意思就讲说 那到底佛释迦牟尼佛 把这个波放在地上 然后这个波自动 钻到地下去了 然后到底到了 哪一个佛国净土 各位 他们也没有办法了解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了解 其实弥勒菩萨在这里面 做了两个表示 做了两个表示 第一个 佛的念头我不知道 虽然我是 下一生就要成我了 我还是不知道 就算那么多的菩萨 每一个菩萨的程度 都跟我一样 全部加起来 还是不知道 好各位 这是第一个要表达的 第二个要表达的重点就是 前面他所讲的 不知文殊斯利菩萨 结果他后面接什么 接了这个批语 那也就好像有点在比喻 就算有那么多的菩萨加在一起 每个程度都跟我一样 也不知道文殊菩萨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 其实他有这两个批语在这里面 所以他讲完这个批语之后 他马上又告诉摄利佛 他说文殊斯利菩萨 知生三昧 读文殊斯利菩萨 能知佛播出 好了各位 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肯定 你看 一生补处的菩萨 然后把它乘以那么多倍数 算都算不清的倍数 都不能知道 但是他讲了 文殊斯利之生三昧 这里的生代表 甚深不可思议的意思 然后读就是只有 只有文殊菩萨 能够知道佛的波在哪里 好各位 那请问 这样的一种意味 它到底代表了什么 到底代表的是说 难道文殊斯利的菩萨 他的境界比 弥勒菩萨更高 这是第一个 难道文殊斯利菩萨的境界 已经等同于佛 不然的话 他怎么知道佛的起心动念 各位是不是可以这么想了 因为您习看看 佛底下就是一身补处 那文殊菩萨比一身补处更高 再上去没有位阶了 我们不是讲过吗 菩萨华言经里面有两种解释 一种就是五十二位阶 一种就是四十二位阶 那五十二位阶就说 十性 十住 十行 十回向 十地 到等觉 妙觉 五十二个 妙觉就是佛 等觉就是一身补处 那今天我们才讲 弥勒菩萨是 各位 等觉 菩萨一身补处 再上去就佛 那我们讲说 四十二品五名 一个位阶的菩萨断一品五名 到了等觉位的时候 只剩下一品五名没有断而已 这一品五名再断 他就是佛 但是如果说文殊菩萨的境界比 弥勒菩萨更高 那他应该连这一份五名也断掉了 那如果这份五名断掉的话 那他就是佛了 对不对 偏偏他显现的是一个菩萨身 是不是 但是如果说 这个菩萨五名他没有断 那他怎么知道佛的信念 怎么知道佛的波在哪里呢 所以这就是 怎么去俗课一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 好这么谈 各位就会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说 过去的佛 他成就之后 各位 你要记得 佛有三身 法身 报身 硬化身 释迦牟尼佛 就是硬化身 对不对 他的法身呢 毗如遮纳佛 我们常常在念呢 清净法身 毗如遮纳佛 圆满报身 鲁瑟纳佛 千把亦化身 释迦牟尼佛 所以毗如遮纳佛 鲁瑟纳佛 释迦牟尼佛 事实上 根本就是同一个佛 一个是法身 一个是报身 一个是硬化身 那今天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点啊 那我们不是也跟各位解释过吗 法身佛是不生不灭 对不对 但是呢 各位 硬化身呢 是水顺世间啊 就像释迦牟尼佛 水顺 沙佛世界 八十岁入涅槃啊 但是 各位 报身呢 报身会不会入涅槃 各位报身 因缘到的时候 也一样入涅槃 但是他的法身不生不灭哦 但是他入涅槃之后 各位 佛度化众生 他的怨永无止境啊 那他入涅槃之后 当然他如果要来度化众生 他就会显现其他的身形 显现其他的身形哦 对不对 来度化众生啊 所以这里面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说观世音菩萨 过去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过去生 正法明如来 那所以我们有人称呼 那个观世音菩萨叫做观音古佛 对不对 为什么叫古 他早已成佛 就形容他观音古佛 然后文殊势力菩萨 各位 龙总上尊王佛 那他过去生 是龙总上尊王佛 他报身入涅槃之后 再显现 视现文殊势力菩萨 所以如果你要从这个关系去看的话 没有错 文殊势力菩萨早就成佛 他的境界等同于佛 可不可以这么解释 可以 对不对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基本上来讲 这本佛说放播经 他不是在后面的话 就是我一开始也跟各位解释了 为什么这本经很独特 也为什么我要挑这本经 就为了诸佛药极经里面 文殊菩萨所扮演的一个 一个角色 像有些人就觉得说很奇怪 会有点质疑 所以我特别把这个 佛说放播经里面 这里文殊菩萨的定位 把它找出来 让各位你们能够去对比 去了解 为什么我会说 在不同的经典 有时候佛菩萨会方便 做不同的视线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在这个放播经的最后 就谈到 释迦摩尼佛就谈到了 文殊菩萨是他过去的老师 文殊菩萨也是过去诸佛之师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的境界有多高 当然是不可思议 只不过他是化现一个 菩萨的身份而已 所以弥勒菩萨才会讲 我不知文殊师利菩萨 然后佛的波 也唯有读文殊师利 能知佛波处 所以同样透过这么一个 铺术 铺成的一个过程 让我们能够去了解说 那这里文殊师利菩萨 是不可思议的 对不对 所以底下你看 这个弥勒菩萨这么讲之后 瑟利佛他听到了 他就怎么做呢 瑟利佛 这瑟利佛就跑到佛头面前跪下了 就跟佛头合掌 佛头希望你能够让 叫这个文殊师利菩萨 去把那个波给找回来 好各位 当然他知道啊 这个找这个波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 各位 衍生一些的过程 那这些的过程 佛的波会跑到哪里 因为他也不知道啊 到底佛的波跑哪里去了 像尼亚高兆 我自己跑了一万个 佛刹找不到 那个 那个我们说摩佛加社 跑了一万两千个佛刹 也找不到 对不对 然后弥勒菩萨说 他也不知道 那到底会跑哪里去了 瑟利佛当然很好奇啊 所以要藉由说 文殊师利菩萨 把这个波拿回来的过程里面 他也想要一探究竟啊 是不是 然后他也想要一探说 是不是文殊菩萨 像弥勒菩萨讲的 弥勒菩萨不知道波在哪里 但是文殊菩萨却知道 所以他也是想要去了解啊 所以呢 他就这么告诉佛了 那这时候呢 佛与文殊师利啊 入行求波来啊 这意思是说 佛与就告诉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你去把波找回来吧 那这时候呢 底下的经文就谈到啊 文殊自念 设立佛 当不起于座 而自波来 好 请大家翻第二页了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 文殊师利菩萨就起了一个心念啊 他起了一个心念说 当不起于座而自波来 好 今天呢 设立佛去跟佛陀请求说 要我去把这个波找回来 好 那佛陀叫我去把波找回来 当然我要去找回来啊 但他就讲说 好 那我要怎么样显现 我的不可思议的威德力呢 各位是不是这个问题来了 因为各位你想一个问题哦 这个设立佛也好 穆建年也好 包含了摩合家设也好 他们是入三昧 然后就由三昧里面 启发神通 到了他发佛国净土 对不对 那我们说 佛的书胜在哪里 佛的书胜就是 佛二六十宗禅在定中啊 佛陀的心永远在禅定当中 所以佛陀要启发神通 哪里需要起心动念啊 他根本是 一个念头还没有升起 已经达成了 已经达成了哦 因为如果还要起心动念 再升起 那各位 你注意看哦 这就是两个层次了 你了解吗 起心动念之后 起一个念头 才达成 那就是第二个刹那 新的第二个刹那 第一个刹那 起心动念 第二个刹那达成 但是如果是 随顺起心动念的当下 马上达成 那这个当下的起心动念 只不过是什么 只不过一个 启发神通 马上就限起 而不需要说 我入定起神通 不需要了 你了解吗 所以文殊菩萨 他就想说 那我如果说 也跟他们一样 哇把这个身形 从沙婆世界消失 然后跑到那个 佛国净土 然后再把波找回来 再出现 那这样也显不显不出 我的威德力嘛 所以他想说 当不起宇宙 因为当时 他是坐在佛德的前面嘛 他就说 那我应该 干脆连站起来 也不要站起来啦 那就这样直接 把波找回来吧 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念头 吉入三昧 这时候他起一个念头 马上就进入三昧 然后进入三昧之后呢 底下就有批语了 他说 譬如日出光明 无所不照 菩萨入三昧者 十方无所不治 这个所谓的十方无所不治 不是在指 其他的菩萨的境界 是在指 文殊师利菩萨的境界 各位你有了解吗 他在这里 为什么 如果 各位你要想吗 如果所有的菩萨 这样的境界的话 那弥勒菩萨怎么会说 他不知道佛的波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说 这里的菩萨 那路三昧者 十方无所不治 那表示 所有的菩萨 大菩萨 都有这样的能力 那弥勒菩萨 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他这里的菩萨 虽然他没有特别指谁 但是很明显的 他就是特别指 文殊师利菩萨 那他这里面 也做了一个辟语 你注意看金武 他说 譬如日出光明 无所不照 他是在辟语 文殊菩萨所录的 这个三昧的那种力量 他说 就像阳光一样 阳光出来的时候 各位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不是普照大地吗 所有的地面上的东西 他都是同样照射 那他有人会说 师父 但是有些地方他照不到 比如说 阴暗面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说三谷 三谷他照不到 各位不是这样子讲 那是因为 你自己的关系 而不是阳光的关系 各位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今天针对阳光来讲的话 这个日光他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跟你说 哎呀你不好 我不要照你 你比较好 我只照你就好 或者是我只照东边 我不照西边 我只照南边 我不照北边 刚无 没有啊 阳光出现的时候 他并没有分别时间 他也没有分别说 空间 他也没有分别散热 也没有分别大小 分别男女 都没有啊 他是普照大地 对不对 所以针对阳光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是普遍性的 你说有些地方照不到 那各位 那是你的问题哦 比如说你说三谷照不到 是因为你的山刚好 把光线给挡住了 所以你底下照不到 对不对 然后你在一个空间里面 当然外面呢 你把窗户关起来 把窗帘都拉起来 让阳光就照不到 黄子里面 所以这不是阳光的问题 这是这些地方的问题 就好像佛一样啊 佛是清净圆满的啊 佛陀要度一切众生啊 但是一切众生 有的佛能够度得了 佛有的佛度不了啊 但是佛去度众生的时候 难道他有分别吗 今天我度会怕 我用百分之一百的心力 这个我度不了 是因为我用了三分的心力 各位没有哦 佛对一切众生 有时候是平等的啊 那为什么有些众生能解脱 有些众生不能解脱 各位不是佛的问题 这是众生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了解 这里面的一个问题哦 所以就不会有 这样的一种质疑 所以他这里的批语 就是说你看 文殊菩萨路三昧 这个三昧的殊胜的境界呢 就像阳光骗照一切一样 所有的十方佛果的净土 在那个当下 全部都被阳光给照射到 好各位 这个批语是在比喻什么 因为阳光一照射到 马上就清清楚楚 这样你了解吗 所以文殊菩萨路了这个三昧 在那个瞬间 他已经把所有十方佛果净土的佛刹 已经全部都看完了 所以他马上知道波在哪里了 这样告诉你了解吗 所以菩萨路三昧者 十方无所不至 十方无所不至 这不是我们说一朝一告 那意思 不是 这里的不至就是不了解的 没有说不了解的意思 所以他说他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今天找那个波 波到底在哪里 所以他路这个三昧 这个三昧的力量 就像阳光骗照一切的意思 所以菩萨路三昧者 十方无所不至 任何一个佛果刹土 他当下都一清二楚 佛的波有没有在那里 马上就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文殊菩萨 所路的三昧 然后再来 好了那文殊菩萨一路三昧 马上知道波在哪里了 文殊内守从袈裟里 下探过十佛刹 好了文殊菩萨的手 藏在他的袈裟里面 各位因为内就是 别人看不到才叫内 手伸出来别人看到 这个就叫外了 对不对 所以内就是别人没有看到 那在别人都没有看到 他在他的袈裟里面 他的手呢 各位就这样子穿过地面上 然后跑到了 这个佛果净土去了 然后各位这就变成 一种很奇特的现象 这个本来呢 我们说那个佛果净土 对不对 这个佛果净土的名称叫什么 哇这个名字 不是很好记耶 有时候要稍微再看一下 不然等一下就念错了 这个佛果净土的名称叫做 波陀沙 对不对 你看 波陀沙的 这个佛果净土的这些菩萨们 本来快的突然冒出了一个波 跑出来 那个这个波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谁的波 然后就浮在半空中 他也莫名其妙 那突然之间现在又冒出了一只手 哎呀怎么突然这空中出现了一只手呢 文书菩萨的手啊 因为文书菩萨的手藏在他的袈沙里面 然后就直接穿过地面上就跑到那个佛果净土去了 所以他们也看到一只手跑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个过程里面就蛮有趣的 不过 好了问题来了 那这个手在穿过这个佛果净土的时候出现了什么现象 所以底下经文就讲到了 文书内手从袈沙里下探过石佛叉 手指朱节 其一节放千万光明出 一光明端各有一莲花 莲花上有一菩萨坐皆如文书 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 文书菩萨的手这样子下探过石佛叉 但是在这一个上那的过程里面呢 他说手指朱节 我们的手指不是有节吗 对不对 一节一节对不对 他说手指朱节哦 每一节当中呢 都放千万光明出 这里的放千万光明出 他只是一种形容词 也就是说呢 好像呢像阳光一样 哇阳光呢 出来之后照射 哇整个光芒四射一样 那他用去批语说 哇这个每一节里面呢 都有千万的光明产生 哇好像放光一样对不对 好了那放光之后他说 一光明端各有一莲花 就是每一道光明当中呢 出现一朵莲花 然后莲花上面呢 你看莲花上有一菩萨座 接入文书 结果在每一朵莲花上面 做了一个菩萨 每一个菩萨 各位就是文书势力菩萨 长得就像文书势力菩萨一样 但是我跟各位讲 其实那就是文书菩萨 因为你不要忘了 菩萨千百亿化身啊 他今天故意要显现 他的神通力啊 对不对 所以他是故意要显现 神通力的时候 他就特意显现出来 给众生看的 所以呢他说在这个莲花上呢 有一菩萨座 接入文书 其下差有佛 好各位 其下差有佛 莲花上菩萨者 皆持文书势力 文佛 身谢诸佛 好各位 这一段的意思是什么 他这里的其下差有佛 下差就是说 因为我们说往上往下嘛 对不对 以沙婆世界来看的话 他的十方都有其他的佛国净土啊 那往下方走 也有其他的佛国净土的存在啊 那文书菩萨 你这个手这样子穿过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穿过多少的佛国净土 不知道耶 对不对 所以他的旗下差有佛 就是往这一个下方的方向走过去 只要经过一个佛国净土 都有一个佛的存在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佛国净土 都是一个佛的教化的区域啊 都是他的净土啊 那你穿过了这个佛国净土的时候 各位 莲花上菩萨者 我们说这个手指上 每一个手指放千万光 每一个光明上面有一个莲花 莲花上有个文书实力菩萨 好 那他就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你看 皆持释迦文佛 身谢诸佛 这意思是什么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 我们常常在 有时候呢 经典里面会有这么样的一段对答 就是说 比如说有另外一个佛国净土的菩萨 然后到了另外一个佛国净土的菩萨去 一个佛国净土去的时候 见到了那个佛国净土的佛 他都会讲什么 他就讲说 比如说我们以这样子讲了 我是呢 从极乐世界来 那极乐世界呢 阿弥陀佛要我请教释迦摩尼文佛 扫世扫夜扫希望祝福 好各位 这就是一种问候语 意思就是说 我从极乐世界来 那我就要代替我极乐世界的佛 问候语像释迦摩尼佛 那今天呢 各位 文书势力菩萨是秉从释迦摩尼佛的命令 释迦摩尼佛叫他到去把那个菩萨拿回来 那他要叫他把菩萨拿回来 他的手穿过去的时候 经过这个佛国净土的时候 当然也要打个招呼吧 他当然就是什么 各位 皆持世家闻佛 皆持世家闻佛 意思就是说 秉持世家闻佛的命令 他这个命令不是一种强制的 而是什么 佛要他去把他拿回来 所以当然他从 各位 杀佛世界 杀佛世界 依寻于释迦摩尼佛 要他去把菩萨拿回来这个命令 所以他穿过这个佛国净土的时候 往往很多比丘跟比丘之间 彼此见面的时候问 哎呀 少事少夜少希望祝福 意思就是说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烦恼比较少啊 是不是业障比较少啊 是不是杂事比较少啊 意思是说 你最近有点用功哦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然后用在佛的问候语的意思 就是问候佛的 各位功德殊胜 问候佛的 是不是身体康健啊 你度化众生是不是圆满啊 好各位外公啊 其实就是问候语的意思嘛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他才讲说你看 其下差有佛 他的下差有佛 就是说往地 往下方看过去 任何一个佛国的岔土 多有佛的净土存在 多有佛 那既然多有佛 就要表达恭敬心 所以莲花上的菩萨 这莲花上菩萨者 就是指文殊势力菩萨嘛 皆持释迦闻佛 持就是持守 意思就是说 依循释迦佛的一个指令 好 身谢诸佛 同样的 不好意思啊 金贵你们这 他一方面跟你打个招呼 跟你问候一下 所以叫做 身谢诸佛 然后这好各位 这一段是代表佛的意思 那底下讲说 父持文殊生 遥为诸佛做礼 各位这段话意思是什么 前面是文殊菩萨 这个莲花上发现的这个菩萨 先开始做的这个动作是 我代替释迦佛 问候诸佛菩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好了 我代表佛问候完了 接下来我自己的问候 他说 父持文殊生 对不对 这一个就是文殊菩萨 我代表佛问候完了 换我问候了 那遥为诸佛做礼 对不对 这是跟诸佛的做礼 行礼的意思 所以呢 如文殊手 如文殊手 那这里的做礼 当然因为这个 他不是讲说 他的手指上 每一节都放了 千万的光明吗 那每个光明都有一个菩萨 菩萨上面四象 文殊四立菩萨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文殊手 这里的如文殊手 就是说 这个文殊菩萨 遥为诸佛做礼 就好像就文殊 这个手上面的 显现的一样 这些菩萨们一样 透过他显现 问候诸佛菩萨 各位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呢 诞至奈彼罗叉佛叉 奈彼佛叶佛叉 叉中诸菩萨 白佛缘 四手何等 好各位 这一段 所讲的就是说 好了 那这个手呢 一直生生生 就伸到了 我们所谓的 前面所谈到的 这一个呢 菩萨沙 佛国净土嘛 然后呢 胆子 奈彼罗叶佛叉 奈彼罗叶佛 好了 那到了这里的时候呢 各位 这个时候 这个菩萨大家看到 哇 哪有一支手 从天宫中跑出来 然后出现在他们的眼前 所以这些菩萨们呢 你看 叉中诸菩萨 白佛缘 四手何等 哎呀 这支手到底是 违过来 这支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意不见边 意不见济啊 好各位 不见边 不见济 它的意思就是边济 合起来 就是边济的意思 那这个边济 那这个边济 我们参加讲说 什么叫边济呢 各位 我们站在海边 看大海 哇 一望无际 看不到它的边济 对不对 所以它的一支这种形容词 佛这位儒来 一定都会有它的大弟子 对不对 就像释迦牟尼佛 文殊跟普贤 这两位大菩萨 做它的两大助手 对不对 那这些 我们说 这一个呢 赖匹罗业佛呢 我们翻译成 汉文叫做光明王佛 它也当然也会有 它的大菩萨 但是这些大菩萨 竟然都不知道说 这支手到底是什么的手 到底从哪里来 他们也不知道 所以就直接就请教了 这一个呢 赖匹罗业佛 请他说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候呢 赖匹罗业佛 与诸菩萨言 上无数佛刹 刹名沙科罗陀 好各位 这个翻译的名称 满身书的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什么 叫做沙科罗陀吗 沙科罗陀 就是沙婆世界 你更能想过 直接翻译 沙婆世界就好了 还发成什么 刹名 刹名就是佛刹的意思 沙科罗陀 有时候 没有特别去注意的话 还不知道 它指的是沙婆世界 除非你常常 对这些名词很熟 对不对 所以我才讲说 有时候经典里面的翻译 这个翻译的这个法师 三战法师 对以后这一本经 能不能有很多人去受词 那受词懂不懂 会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也在这里 所以这时候 奈匹罗业佛 就告诉与会的大众 他说 上无数佛刹 因为 以沙婆世界来讲的话 这一个我们说 这个波陀沙 佛国净土 是在下方 所以他相对来讲 他讲说 看这个沙婆世界 就是在上面 他说 上无数佛刹 他用无数来做代表了 用无数来做代表 那就是不知道有多远 不知道有多高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不是讲说 目见脸 瑟利佛 摩荷加瑟 那瑟利佛 我们说 往下方找了 一万个佛刹 摩荷目见脸 找往四方 往十方 找了八千个佛刹 这个呢 摩荷加瑟呢 往下方找了 一万两千个佛刹 各位 八千一万 或者是一万两千 跟无数比起来 怎么比 没有办法比啊 无数通常代表的就是 数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多 多到很难形容 干脆就来一个 无量无边 或者无数 来做一个解释 对不对 所以他这么一个 诠释的过程 其实他也代表一点 你看 你们这些的大阿罗汉 找了那么久找不到 但是文书 斯利菩萨 一路上面 马上就知道 然后手一伸 马上穿过 那么多佛国净土 跑到了 这一个呢 波陀沙 佛国来了 所以从这样的 对比当中 有点像马上 去感受到说 菩萨 跟阿罗汉的境界 真的是差好多 对不对 那透过这样的一种 功德 殊胜的差别 让这两百个天子 看 哇 原来菩萨 倒是这么殊胜 修行成就之后 是这么不可思议 然后阿罗汉竟然 比起来 那哪差好多 各位就是要透过 这样的对比 让他们去感受 所以呢 这时候 这一个呢 赖比罗业佛呢 就告诉他们的菩萨们 他说 上无数佛 岔明 沙科 罗陀 佛 至 释迦文 就是释迦文佛的意思 释迦文 前有座菩萨 至文书 最尊 光明 智慧 难可挡 做变化如是 所以这一段文 就是告诉他们 这些菩萨们 从我们 这一个呢 波陀沙 佛国净土 往上呢 有无数的佛刹 有一个佛刹 叫做沙婆世界 那沙婆世界的佛呢 叫做释迦牟尼佛 然后释迦牟尼佛的前面 现在做了一个菩萨 叫做文书势利菩萨 那文书菩萨呢 他是最尊 各位 这里的最尊 是一种非常非常 殊胜的形容用语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形容用语 不是出自菩萨的嘴巴 各位 你要说 你了解一句话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人讲 代表的程度 是不一样 比如说 今天呢 有一个小学生说 你做得很好 各位不好意思 他是小学生 但是如果今天一个 非常学术 地位非常高的老教授 跟你讲说 哇你讲得很好 哇你就不一样了 你知道吗 这两种同样很好 肯定的力量 天差地别 所以同样的这句话是出自于佛的口 说文殊师利菩萨最尊 观明智慧难可挡 那你就要了解说 那你就要了解说 这句话的肯定的力量有多强 所以他说文殊师利菩萨的光明智慧难可挡 几乎几乎没有人可以比较 做变化如是 那这个变化就是他做的 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那一只手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手 好各位 当然他说难可挡 也不是说 各位就没有人能够超越他 或者是没有人能够跟他一样 佛的境界 对不对 因为文殊菩萨毕竟他视线的是一个菩萨身 对不对 那佛的境界是最殊胜最圆满的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如果要以过去的身份来讲 他也是佛 那这么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他的境界就是等同于佛 是不是 那如果用一个文殊菩萨这一身菩萨的境界来讲 那他的境界虽然很殊胜 但是跟佛比起来当然还是会有一点差别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可以用这样的两个角度来去认知 那这时候 这些的 我们说 菩萨沙果 这些的菩萨们看到 听到这个 我们说 奈毗罗耶佛 这么样的一个形容 他们就 各位 升起很殊胜的向往的心 他们就对佛说 他说 诸菩萨 白佛言 今我等 欲共得见 释迦文佛 集文书 就说我想要去看 想要见释迦牟尼佛 也想要看文书 施力菩萨 为什么 波是释迦牟尼佛的 那只手是文书施力菩萨的 那他们谈到说 释迦牟尼佛 那么殊胜 文书施力菩萨 那么不可思议 他们当然想要去见一见 然后想要去了解 为什么 清净善知识 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这时候 好了 菩萨们请求 这时候 奈彼罗业佛 急放而上千亿光明出 照中央无数佛岔 一致释迦岔 诸菩萨问佛 今有是大火光焉出 须予请变火出 是否尼逆佛也 好各位 这一段经文 有一点的地方 是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经文里面 前半段谈到就是说 因为菩萨们 请求这一个 奈彼罗业佛 对不对 那这个奈彼罗业佛 他就 好了 他的额头就放光 那放光不可思议 千百亿光明 结果一照 各位 往中间 照中央 无数佛岔 一照就 遍照到中央 无数的佛岔 一直照到 沙婆世界 所以呢 你看 一致释迦岔 这时候呢 诸菩萨问佛 为什么 各位为什么要问 因为他们看到了 一种的景象 看到了这个 释迦佛的 沙婆世界的岔独 竟然有大火光出现 各位大火光 就是那种火灾的 火烧的非常非常的旺 那种大火光出现 那这时候这些菩萨们就很惊讶 他们看到这些的大火光的时候 你看 诸菩萨问佛 今有是大火光烟出啊 你看 有看到大火光烟出啊 有看到火啊 看到光啊 看到烟跑出来了 然后呢 须与请变火出 然后在那个撒纳 马上就出现大火 然后呢 他就问啊 是火泥泥火也啊 好了 各位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 是火就是指说 这个火 哇 我们当下所看到的这个火 这个火是否 尼尼火 好了 各位 尼里呢 尼里代表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了 尼尼就是地狱啊 那撒约想说 哎呀 这个火难道是地狱里面的火吗 各位 就是这么一句话 但是 各位你要去了解啊 地狱里面呢 它有八寒 八热地狱嘛 对不对 那寒呢 当然指的就是一种寒冷 所显现的地狱的景象啊 那热呢 当然就是显现热的状态啊 包含我们讲说 哎呀 油锅啦 对不对 还有呢 那种 引那个铁 那个热铜啊 铜呢 把它烧啊烧啊 烧到变成熔化 要养铜地狱啊 那他们所显现的就是一种热 就是一种火 就是一种光 对不对 那所以呢 他们呢 你看 这一个呢 奈皮罗耶佛呢 他的光明呢 照到了这一个 沙佛世界的时候 突然之间 这些菩萨们看到 整个沙佛世界 怎么好像都是大火光啊 有很多的烟啊 然后突然出现了很多的火啊 他们马上就怀疑了 哎呦 这到底是什么状态啊 这个会难道是地狱里面的火吗 好各位 我要请问您一个问题哦 为什么也产生这样的概念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概念 各位很简单 我告诉你 这个问题啊 就像当年阿难尊者 问佛的 其他所有的佛国净土的 哎呀 佛国的净土都是那么的殊胜 为什么只有佛你的净土 这么的污秽 对不对 感慨的意思啊 那这些你要了解啊 这个菩萨沙佛国净土 也是非常殊胜 非常清净的啊 那用那么一个非常殊胜 清净的佛国净土 来对比沙佛世界 所显现的景象 他们误以为沙佛世界 这些景象 哎呦 是不是地狱啊 那这些火 是不是像地狱里面的火一样啊 他马上就生起这样的念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啊 因为他们的认知里面 各位我跟你说啊 他们的认知里面的观念说 我们呢是在这个菠陀沙 佛国净土 我们的佛是奈毗罗耶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佛国净土 是这么的殊胜 所以他呢 也连带的去联想到啊 那释迦牟尼佛也是佛啊 那文殊施利菩萨 那么威德利不可思议啊 那这个沙佛世界当然就是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 那这个净土也应该要像我们 波陀沙佛国净土一样这么的殊胜才对啊 结果他没想到就说 这个光一照到沙佛世界 一看到的是大火光烟马上跑出来了 他们大吃一惊啊 他们误以为这个火是不是地狱里面的火啊 各位 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因为他想不到啊 他一直认为说 沙佛世界是一个非常清净的佛国净土 但是他没有想到说 释迦牟尼佛出世的这个沙佛世界 是一个五着二世啊 三界六道轮回的一个五着二世啊 这些菩萨们他们根本想不到 所以突然遇到了这样的景象 一下子之间 各位不能了解啊 所以才会讲出了这么一句话来啊 所以你看底下呢 这个奈毗罗耶佛怎么说 佛言莫作是余啊 你千万不要这么讲哦 是非你你火 各位这个不是地狱里面的火 所以讲作是非你你火 就是在表达说 这不是地狱里面的火 但是各位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只能跟各位解释到这个地方 那这个后半段的内容呢 我们就留在下一节 继续来跟各位探讨 那我们先来回向 请后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我的与众生 皆共臣佛道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电视频的观众大家好 我米陀佛 我们今天呢 请大家翻开讲义的第二页 请大家看呢 左手边这个栏位呢 看到数第二行 我们在下一节啊 这又是谈到哪里呢 谈到就是说啊 这个奈毗佛耶佛呢 以及呢 他们国土的这些的菩萨们 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沙婆世界 那谈到这个沙婆世界 谈到释迦摩尼佛 以及他们看到文殊势利菩萨的手呢 出现在他们的佛果的空中 那这个菩萨们就很好奇啊 他们就说 哎呀怎么 因为这么一只手出现 然后又看到了这个释迦摩尼佛的波 但是各位你首先要去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以一个人的心态来讲的话 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你会特别好奇 各位你会特别好奇是什么 第一点 因为这一定是一点 一件事大事情 你才会好奇 第二点就是说 这件事情可能你不知道 你也没有经历过 所以你好奇 第三点 这件事情是超出你的想象以外 是你想象不到的 所以你很好奇 再不然的话就是 你从来没有看过的 你不认知的事物 那突然之间看到了 你也很好奇 对不对 那当然了这是人的心态哦 但是如果站在一个菩萨的角度 那各位你要怎么去思维他 各位很简单啊 你今天玩看看 今天这些的菩萨们 各位都是大菩萨哦 每个神通力都很强哦 每个都很有智慧哦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今天出现这个波 出现这只手 竟然会让他不知道 波从哪里来 谁的波 手从哪里来 谁的手 能够让他们的神通力 没有办法去认知的 他们就觉得说 哇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那是远超过我所能够认识的境界以外的 他们当然就很好奇了 那在等到呢 这个赖毗罗耶佛 跟他讲说呢 这个是沙佛世界 对不对 这是文殊菩萨的手 哇这个波呢 是释迦摩尼佛的波 那他们就很好奇了 到底这个沙佛世界 是怎么一回事 对不对 自然而然就生起这样的概念啊 所以呢 生起了这个概念 他们说他想要看沙佛世界啊 你看这个赖毗罗耶佛呢 就用他的耳间就放光嘛 然后光就照到了沙佛世界 结果呢 我们在上一节最后不是谈到哪里 谈到说 这个赖毗罗耶佛呢 他的光呢照到这个呢 释迦佛的净土 也是不能讲说净土的 应该是讲说沙佛世界 那我们会讲说 那不能讲净土 我们要讲什么 因为一般的佛 各位你要去认知清楚啊 一般的佛 他所教化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净土 你看这个赖毗罗耶佛 我们说药师佛 我们说阿弥陀佛 都是一样啊 但是 释迦摩尼佛出世在这个沙佛世界啊 照理来讲沙佛世界也应该是他的净土才对啊 但是偏偏他是一个五着二世啊 对不对 那你说他净土吗 没不是 那不是的话跟其他的佛 他们显现的净土 都是那么殊胜的 好像又不一样 所以不是有一次阿弥陀佛 问佛陀吗 为什么佛啊 你的净土如此 结果佛的脚趾头一动 点了这个大地一下 这个整个土地突然之间 变得就像极乐世界那么庄严 然后在一撒那之间 又恢复原状 那这时候佛就对这个阿弥陀佛讲啊 不是我的净土像你现在看了这个样子啊 我的净土也是很清净的 问题是 你们众生的夜报是如此 所以你们看到的我的佛国净土也是如此啊 但是这你们看到的并不是我佛国净土的原貌啊 你们看到的是你们自己在涂上去的色彩啊 所以阿弥陀佛才恢然到后 啊原来是如此 是凡夫的恶业所致 并不是佛的净土 本来就是如此 所以呢 这个光一照到释迦佛的净土的时候 你看这些菩萨们看到什么 看到突然之间的 在这个沙佛世界上出现了大火光 哇这个光里面还有烟 他们大吃欲惊啊 他说 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火啊 这个火是地狱里面的火吗 好各位 我们上一节之后就是谈到这里嘛 对不对 那各位你就要去了解 为什么这些菩萨们有产生这样的一种认知 我跟各位说了 因为第一点 超越他们的想象以外 因为他们的想象当中的净土都是很清净的 各位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因为在他们概念当中 只有三二道才会有这样的火 才会有这样的火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火的时候 他们大吃欲惊啊 他们没有办法去认同说 他跟净土能够连接的上 他反而连接上的是地狱的概念 所以他讲中 是否尼尼火也 结果呢 他就冒出了这一句话 他说这个火是不是地狱里面的火啊 那这个赖毗罗耶佛就讲了 莫作事与啊 是非尼尼火啊 世家岔名 沙科罗陀 世中火也 因为 世家佛的这个教化的区域就叫做沙婆世界 那各位 那这个沙婆世界当然了 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也可以翻译 或者是能忍或者是堪忍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叫堪忍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能忍你知道吗 他主要是分两个角度来谈 第一个 一般的凡乎众生 这个角度 他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叫堪忍世界 凡乎众生 造作十种恶业 这十种恶业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十恶业啊 生三 口四 异三 身体的沙道云啊 嘴巴的什么 各位 妄语啊 其语啊 两舌二口啊 然后意念的贪嗔痴啊 他意思就讲说 凡乎众生 造作十业 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 但是他不愿意出离 他没完你出离啊 他还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快乐啊 所以才会叫做沙婆世界啊 看人嘛 你看这么不好的环境 你们还喜欢住在这里 哇 你们好有忍耐的那种能力 有堪忍 这是一个众生的角度 第二个角度是以菩萨的角度来看 菩萨的角度 菩萨在这样的一种堪忍世界当中 面对众生 在三界六道轮回 那么样的一种执着心 但是菩萨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面 度化众生 各位 精情不懈怠 然后面对众生种种的考验 能够以慈悲心 以无畏的心来面对 所以 菩萨的堪忍力很强 在沙婆世界 心菩萨到堪忍力要很强 所以叫做堪忍 各位 那这个是沙婆世界 堪忍的这个名词 它的主要的意涵 就是 站在众生的角度来看 跟站在菩萨的角度来看 所以堪忍世界就是这样子 那今天我们去谈说 那这样的一个佛的教化区域 是自然形成的呢 各位 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产生的呢 这是我们要去了解的 为什么 因为以佛的净土来讲 各位你要有一个观念 每一个佛的净土 他的这样的众生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佛 过去有结好缘 然后到了他的佛国净土 来修行的 基本上都是如此 但是堪忍世界 沙婆世界不是如此 沙婆世界是众生的恶业所成 但是释迦佛他过去发愿的 我发愿我成我之后 要在沙婆世界 行各位 一切的教化众生 所以他自然而然 他成佛就在这个沙婆世界 所以这是释迦佛所发的愿 要在五卓二世 度一切刚强然化的众生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了解 就是出自于释迦佛的 特别的悲心 所感召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 这么恶劣的世界 所以他发愿来来这个世界 视线成佛 对不对 那这是我们说释迦佛他独特殊胜的地方 那每一个佛 我跟各位讲 佛的境界都是相同的 佛的神通力 威德力都是相同的 但是每一个佛的愿力是不同的 各位你了解吗 所以会因为他的愿力的不同 然后就会产生什么 产生不同的愿力 而形成不同的佛度 那这个不同的愿力 也会因而 各位 形成每一个佛跟众生 各位他度化众生的方便法门 还有接引到的众生 来到这个所谓的佛国净土 他们的相应的程度 就会产生不同 那今天我们要去了解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讲到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殊胜性 在于 弥陀的四十八愿 而他的度化众生的方便在哪里 在于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你就可以 把这个名号授持好 条件具足好 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他的殊胜的地方 这是弥陀的愿力所导致的 而我们 所有十方诸佛 赞叹释迦佛 那一种无限的悲愿 每一个佛 他显现净土 都是在想清净的 但是只有释迦佛是特立 他特别发愿 要在沙佛世界广度众生 所以十方诸佛 赞叹释迦摩尼佛 赞叹的就是这一点 这样的愿力 是其他的佛身上 看不到的 各位你有了解吗 所以 阿弥陀经最后不是谈到吗 十方诸佛赞叹 释迦摩尼佛 能与沙佛世界 五着二世 行不可思议是 各位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这一段就是 那个赞皮罗耶佛 就制止他们的菩萨讲 你们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佛菩萨的 广大的愿力 那你们虽然是 也是菩萨众生 但是你并不了解 这样的一种的意境 所以你们不能随便乱说 所以各位 这就是我们要去理解说 那这样的一种 不同的佛国净土 当然有些人讲说 你看把佛度都比较好 释迦佛的佛度 在沙佛世界都不好 各位 这个不好不是 释迦佛没有功德 也不是他没有威德力 也不是啊 是他的愿力 他要来这里成佛的 所以这个因果之间的关系 要认知清楚哦 我为什么说 因果之间的关系呢 各位一定要想想我全策 以一个佛视线成佛 他所谓的净土 是他修行的功德 圆满显现的一个果报 你了解吗 显现的果报 而这个果报一定是殊胜的 为什么 因为他在